要过年了轻松一下来看看台中市出现了一辆充满年味的春联公车 有民众发现了丰源客运280线的公车车窗上贴满了不同政治人物印证的春联 不分党派齐聚一车有如是年度的春联大赏 乘客不仅能欣赏春联题字还能免费索取春联跟红包 十多款的春联包括有台中市长卢秀燕的龙传大钱 还有现任总统跟下一任总统联名的万物新龙是最受欢迎 公车司机就说了希望能跟乘客有更良好的互动 民众一上车印入眼帘的左右车窗上全贴满红通通又喜气的龙年春联 仔细瞧每张都是不同政治人物印证的春联 包括小英总统和副总统赖清德的联名春联最稀有 还有妈妈市长卢秀燕的也没少 就年前总统马英九的亲笔春联通通看得到 喜欢想带回家还能免费拿 开心这个好 你挑了哪几张 全部都拿了 感觉很酷耶 可能都会拿一张吧 因为蛮有收藏价值的 充满年味的春联公车 就在风源客运台中二中开往修平科大的280县 数一数春联公车上至少就准备十几款 哪一款最受欢迎 每到过年各家立委议员都会印制春联 客运司机利用休息时间到处搜集 同时也帮他凑齐不同版本 就是希望能跟搭车民众一起分享 希望可以推动公车礼貌运动 都会跟我说新年快乐 甚至拿车上红包带就直接抽一个包给我 公车上贴春联营造浓浓年味 不只让司机长时间握方向盘不枯燥 也能让搭车乘客看得新奇不无聊 留下美好印象 这张文章台中 参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